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一个礼拜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跟保守 谢谢主 在今天礼拜天 我们可以 没有什么残伴 我们可以身体健康 自由的 到祢的圣殿来敬拜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人坐在这儿 让我们的心也在这里 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邀请你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神 我们一同拍讲 我们来敬拜祢 主 给我一个梦 敬拜神医 如他吹风拍 放着你双手 充满在这里 主 给我一个梦 年轻的灵魂 或者只为你 每个梦想 只是为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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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我 多深知的记忆 面对困难也不及黑 你上次是你 手指是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只愿你 只愿你 都要充满着你 你心倒是 不愿的路 每个梦想 能站只为你 我们看不懂 我们来敬拜祢 主 给我一个梦 祷告的声音 又欣赏自己 或许也狠话 明昼也不停息 主 给我一个梦 时尚掌权者 告知之为你 关心为白 会转向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接近我 多深知的记忆 面对困难也不及黑 你上次是你 手指也是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只愿你 都要充满着你 你心倒是 不可责度 每个梦想 淡淡只为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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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我 多深知的记忆 面对困难 也不及黑 你上次是你 手指也是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只愿你 面对困难 面对困难 也不及黑 面对困难 面对困难 也不及黑 你上次是你 不可测度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祢 主啊 祢和其伟大 祢配受我们众人的赞美 祢配受一切的征从 我们同声开口 来送赞这位奇妙的相主 全能真身万福恩怨 就是我心常赞美 主次远点拥有不断 明当颂养主恩惠 求主教我歌唱不停 如天使歌颂在天 祝祢恩典 在罪恶中伸手困绑 为祢同心都拥有 来迎接大句话 告知祢全地之上 祝祢 congregри 祝福нем في中心都拥有 privac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衷心赴向你歌唱 荣耀归合命君王 赶迎接大君王 高坠银血地之上 衷心赴向你歌唱 荣耀归合命君王 赶迎接大君王 高坠银血地之上 衷心赴向你歌唱 荣耀归合命君王 赶迎接大君王 高坠银血地之上 衷心赴向你歌唱 荣耀归合命君王 在黑暗中完全失丧 直到你来拯救我 在罪恶中身受困绑 直到你来释放我 我一力要承受性格 你同在世我之所 彼你恩典为我预备 与你同心到永远 在罪恶中 哈利路亚 祝你的恩典 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 祝不管我们经历的光景为何 祝你都不离弃我们 祝你都不离弃我们 你也不偏向我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只一步摇晃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坚守信心来学高 我真是尽力的全能的力量 没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没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坚守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 敬拜神起就在不远前方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只一步摇晃 你只一步摇晃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和你尽力的欲向 依靠 担受信心 来宣告 当我万害全心 尽力的男人 像亟 ówwem 你只一步摇晃 天天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身心 敬拜 身心 终在不远前方 您信心 我们来宣告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真实敬礼你 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身心 敬拜 身心 终在不远前方 我凭着星星 敬拜 身心 敬拜 身心 敬拜 你风声 敬拜 身心 敬拜 世界也不能多 或许 谁美好与之意 我凭着星星 敬拜 你人见永不止心 敬拜 看见美好 应许成就 荣耀 全都归于你 看见美好 应许成就 荣耀 全都归于你 你永连 抱上你所爱的 你永连 抱上你所爱的 你永连 永远 永远不离 你永远 抱上你所爱的 你命名 永远不离不禁 你将我 从与你离 同情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星星凝聚 你放生的隐隐许 世界也不能 多何去 神美好地之一 我凭着星星凝聚 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隐取 拯救荣耀 全都归于你 我凭着星星凝聚 你奉神的隐隐许 世界也不能 多何去 神美好地之一 我凭着星星凝聚 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隐取 我凭着星星凝聚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只一口过目的 感觉美好应许拯救 我真心 全已经在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躲起 全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只一口过目的 感觉美好应许拯救 我全心 全已经在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躲起 全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只一口过目的 感觉美好应许拯救 我全心 全已经在你 感觉美好应许拯救 我全心 全已经在你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我全心 全已经在你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在敬拜当中 你与我们同在 主 你教导我们 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 不是凭着自己的血迹 也不是凭着这世界的价值 乃是依靠着你 那丰盛的应许 主 你帮助我们 做一个有信心的人 在大小事上 都能来寻求你的意思 能够来依靠你 主 你保守我们 每一天 每一步 都用你的带领 主 你保守我们 等一下听信息的时间 主 你让我们游客的柔软心 能够领受 从你来的各样的提醒 与各样的教导 主 我们谢谢你 祷告出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请我们依然站立 请慈慧带领我们 做信仰的告白 我们一起 来 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施行审判和拯救 祂的儿子从圣灵投胎 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 成为我们的弟兄 就是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 借着祂的受苦 定十字架死复活 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 使我们与上帝复合 祂的灵就是圣灵 住在我们中间 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 做见证 直到主再来 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记载祂的救赎 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庆 蒙昭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否是的 且根植于本地 认同所有的住民 通过爱与受苦 而成为盼望的记号 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罪得赦免 以虔诚仁爱与现身的生活 归荣耀于上帝 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真言 才能以及乡土 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 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人有社会 政治及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科学 且有追求真神的心 但是人有罪 不用这些恩赐 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 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他的活度 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 阿们 好 请坐 好 很高兴今天一起来敬拜神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一类新朋友夫妇 李永怡姐妹 陈锦忠弟兄 请站起来 她是 永怡姐妹是商牧师受洗的 那他们都是基督徒 正在寻找教会 欢迎回到我们和平教会 她的父母也 哇 很早 35年 哥哥35年 35年不知道什么样 35年和平教会成立了没有 那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教会 那今天要请各位 跟左右的 跟她问安 好的 那今天要在报告之前 我们就有这个 请要 家伟直视 是要报告 不要 还没有 没有 不然请那个 惠州长老 他要跟大家来报告 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宣教年会 我们一起来看周包的第四页 按照我所学的 我来跟大家分享两句话 第一句话请大家跟着我念 耶稣爱你 对不起 亚苏爱你 这句话是 耶稣爱你的意思 跟着你旁边的人说 亚苏爱你 不够大声 再大声一点 亚苏爱你 亚苏爱你 好 那第二句话 我刚刚教的时候 有人就跟我说 这句话实在太臭屁了 但是我的同工说 如果在客家人当中 你会讲这句话 他们对你的认同感会增加 这个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跟着我念一遍 嗨沙批 嗨沙批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就是 非常棒的意思 嗨沙批 好 再最后一句是 大家都会念的 安之勒 安之勒 谢谢你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讲客家话 我们这个 再来礼拜六 礼拜天 我们要开始今年的宣教年会 我们今年特别要去探讨 客家宣教的事情跟事工 我们邀请了弟兄姐妹 邀请了牧者 从三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都市的客家宣教 一个是客家教会的新开设 一个是在传统的客家村庄里面 牧会的牧者 他们要从三个角度 来探讨客家宣教的困难 经验 跟分享他们的见证 礼拜的下午 我们有很多客家体验的活动 包括雷茶 包括学习客家 客家新文化 我想时间在我们的周报上 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想可能我们在座的当中都还没有报名 所以待会儿礼拜结束之后 到一楼的时候 我们的同工在那边有接受报名的服务 请大家把时间空下来 那再过来是有一个客家 我们的牧者回娘家的活动 下个礼拜 从和平出生的牧者有三四十个人 他会回到我们当中来做礼拜 跟我们一起分享 见证他们的生活 很特别是有一对夫妇叫做十个安杰 他们把一辈子最精华的时间奉献四十年在台湾 明年他们就要回英国去 我们也要在那个聚会里面 跟他们道谢 跟他们说再见 欢迎大家 下个礼拜如果大家看到牧者到我们当中来 请你们 请我们展现我们的热忱 欢迎他们 所以再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这个礼拜六下午开始的宣教年会 如果还没有报名 待会儿结束之后 在一楼的地方有服务台 同工会一起来接受你们的报名 因为报名是为了让同工们在准备餐点 准备用具上 能够比较精准的抓到 我想 所以再次欢迎大家 请大家再讲一遍 亚树爱你 来跟你旁边人说亚树爱你 好谢谢大家 那请家伟直视他要报告财务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这边奉小会指示 奉小会指示 跟各位我们兄姐来报告一下 我们教会经常费的收支的情况 那各位现在在投影片的时候看到的这张图呢 从上个礼拜开始就会刊登在我们的周报 那在这个礼拜的话 这张图刊登在第九页 刊登在第九页 那接下来我就是跟各位说明一下这张图所代表的意思 首先各位请看这个双十线 双十线 这个表示我们每个月经常费的收入 每个月经常费的收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四月份呢 因为有凶姐呢 有大额的奉献进来 所以我们在四月产生了一个一百多万的结余 所以特别这个线条就在四月的时候特别拉高 然后在四月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比较恢复常态 好那支出的部分就是实线 单实线 就是这一条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条 就趋势来讲的话是慢慢的再增加 慢慢的增加 那从趋势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虚线的部分 虚线的话收入的平均月收入 虚线的话是这个双虚线 双虚线 也就是这条线 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月稍微往上拉之后呢 它就慢慢慢慢的一直在往下 一直到九月的话 我们整个平均月收入 一个月大概是一百六十三万 一百六十三万 那我们来看支出的部分 就是这条单的虚线 单的虚线 那它用一个很缓慢很缓慢的趋势 但是是慢慢慢慢的再往上爬 所以这两个均线 死亡交叉 发生在七八月的时候 发生在七八月的时候 所以到九月底为止呢 我们整个累积的透支 大概是七十几万 七十几万 也就是这两个数字 相减乘以九 大概是这个数字 那下面呢 这个条状图呢 它只要是在零 这条线上面的话 白色的这个长方块的话 那就表示那个月是有结余的 那在这个线下面 灰色的 灰色的这个长条块 往下的话 那就表示当个月有结余 所以我们看我们教会 今年度从五月开始 一直到九月 就是常态性的市场 是一个透支的状态 那这张图呢 每个月会更新 那每个礼拜都会刊登在周报里面 让各位兄姐知道 我们教会经常这样的收支的状况 那如果兄姐有感动的话 可以针对我们的经常会来做奉献 那以上报告到这边 谢谢 那我们今天有一位胡志祥姐妹 要为主作见证 欢迎她 大家好 我是胡志祥 就是很久没有就是上台报告 所以其实有点紧张 而且就是我先讲一下 我戴墨镜是因为我要生病 然后就是长期吃泪固醇 所以我白内酱 所以就是怕光 所以我一定要戴眼镜 然后因为也吃泪固醇 然后就一下全身都会发抖 所以我讲话也会一直抖 然后我拿着稿子也会抖 然后现在是亚医师 然后我就想到 有时候就是在看病人的时候 手镜就一直抖 然后医生病人就问我说 医生你是很紧张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 其实我是吃药 所以手一直在抖 然后有时候 手镜就一直敲敲敲敲敲 那个病人的牙齿 他就说医生 你不要紧张 好 然后 那我就先讲一下 就是我今天来做见证 我把口罩拿掉好了 就是我今天要讲说 为什么我会来教会 就是 其实是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活着 然后总觉得好像教会会给我盼望 我真的讲话一直在懂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来教会 我就想要找 我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 我第一次就是那时候 就是认识周兴华老师 然后他带我来和平教会 然后就到蔡牧师家 就第一次来就是去 小组聚会 那时候牧师就问我们 就说 大概记得了 就是他说 教会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心里第一个想到就是十字架 然后也没有想到什么 那当然很多人也提供了很多 就是答案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爱 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后我只是觉得 哦 对啊 就是教会就充满 就是有满满的爱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跟我之后讲的有关系 因为就是 后来就是 我原本刚开始 念的时候 我是念那个 高雄音学大学的药学系 然后那时候我班上最好的麻吉 然后他是基督徒 他就拉我去教会 然后我第一次才要教会 然后那个 哦 那时候才大概去两三次吧 然后可是那时候就发现 就是我有长卵潮流 然后那时候很大 然后就是叫超音波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可能要开刀把它拿掉 然后我很紧张 然后就跟牧师讲 然后牧师就帮我按头祷告 然后就一只手贴着我头 然后一只手贴在我肚子上说 就是肿瘤一定要消失啊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感动 就一直哭 然后我就想到 我那时候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听到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 可是我第一次到教会 然后听到第一首歌放出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哭 我就看着前面的十字架 也没一直掉 其实我刚才前面也在哭 因为我之前住院住过半年 然后有个教会的姐姐 她放了一首歌给我听 然后就是刚刚也有放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好刚好 那首歌是 Here I am to worship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中文版 可是那时候在音乐 一直听那首歌 然后我觉得今天来很刚好 居然又听到这首歌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 其实第一次听到中文版 所以我刚才下面又哭了 就觉得有种很感动的感觉 我觉得这好像 这是巧合吗 这是上帝特别的安排吧 然后 好了 这就是我就要说 就是感觉就是 教会给我有种 第一个就是给我 好像就是有爱的感觉 然后后来 就是后来 当牧师帮我祷告完之后 后来过了没多久 后来这颗肿瘤就慢慢消失 我觉得还蛮神奇 当然 医生后来也有开药给我 就大概吃了三个月以后 肿瘤就完全消失 当然 它是一颗两性肿瘤 大概只长了六公分大而已 然后可是后来就是 就是完全 就是在超音波的时候 就是 完全医生说 哎 你有长过肿瘤吗 就是 完全没有看到 那颗肿瘤的迹象 我觉得 这算是一个奇迹吧 好吧 然后 再来我要说就是 当我的人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就是我念药学系之后 我觉得 我比较想要走临床 可是在台湾 是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所以 我那时候一直很想要出国 我想要去美国 可是家里没有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 就是想说 那我就是重考 然后我想要走临床 所以 而且那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信任我 就觉得我这种人 一定考不上医学系 然后就是那时候 有种被刺激到 因为每个人都跟我讲我不肯考得上 然后我就 坚决我一定要重考 然后我重考很多年 然后那时候在重考班 还就是也是常常累得我满面 因为 老师跟我讲 我不是很认真的学生 然后我就觉得 你这种人考不上 然后后来我考了 其实我重考三年 然后后来考到了 然后 对啊 我就觉得 好容易考到牙医系 那时候其实可以填到很多医学系 可是 我就想说 我还是念牙医号 年纪那么大了 然后 后来 想说 人生应该就是要 一帆风顺 可是就后来就得了百学病 然后后来 得了百学病以后 开始 其实我觉得 好像很随 我就想说 为什么 上帝要让我生病 后来我知道 原来其实不是 上帝要让我生病 应该是撒旦 可是我一直都 错怪神 我一直都觉得 好像是他 他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子 然后 后来 就是 在医院里面 我就开始体会到 因为我是那种 我们家是那种 很专通的家庭 然后 我的爸妈 从来不会跟我说我爱 可是 因为我生病 那时候住院住了半年 然后 就是我爸妈都来照顾我 而且我生病那时候 已经很严重 我的癌细胞 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就是医生都说 我脱胎就 你怎么下来 而且我甚至治疗完之后 我的癌细胞 甚至长得比之前更多 就是治疗失败 然后甚至还发生 院内感染 就是那时候 医生都说 还跟我爸妈开会说 你女儿就是 得半学症 死掉几率很大 然后 那时候 对啊 后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后来就是 跟我爸妈 有更多 他就是 忍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就会 就是我爸妈就开始展现 他们对我的感情 虽然我 我姐跟我妈 就是不会说 我爱你 可是我爸现在都会对我说 妹妹我好爱你 然后那时候 对不起我讲话 因为我吃药 我会一直抖 就是那时候 我在移植病房 然后因为 就是要完全隔离 因为我的白雪球 已经降到是零了 就是我住在 镇压病房 然后医生都不敢进来 就是进来 那些就要完全 就是穿隔离仪 然后那时候 我已经完全不能进室 嘴巴全口溃烂 然后我连吐 都只能吐 胃酸跟胆脂 然后 那时候三更半夜 在地上 就是我已经吐到 就是我觉得 我跟我爸说我想死 然后那时候 我爸没办法 其实他本来不能进来 还是穿着隔离仪进来 然后他就跪在地上说 妹妹你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办法 他也不能抱我 他也不能碰我 可是他说 你这样子 我也没办法帮你 就是他就说 我很爱你 就是 我那时候才知道 就是 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就是他说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我也愿意为你承受这一切 我看到你这么痛苦 然后 他很想帮我 可是他帮不了我 从那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 以前我一直感受不到 爸爸妈妈的爱 我一直都觉得 愿意 等一下 就是 我一直都觉得 好像 就是我们家人 都不会说我爱你 可是 从我生病之后 我爸妈都一直 我爸爸都一直跟我讲说 妹妹我好爱你 我希望可以承担 所有的痛 要是可以的话 我希望 就是 可以帮你打一切的针 帮你打一切的化疗 然后 就是 对啊 帮我承受一切 所以我就 那时候当然也有很多 就是 教会的朋友 像 还有 慈悸的团体 就是很多人 还有我的朋友 我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 我其实不孤单 很多人都很爱我 然后 再来 我还讲 后来本来我想说 医生跟我讲说 就是德白学病 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那个 癌症 因为像很多小朋友 他们也会得白学病 可是 他们做完果座移植之后 就是如果 状况好 在年内没有复发 就算痊愈 然后那时候我治疗完 其实状况很好 医生说 你虽然不是 他不完 可是 也是 Top 10 就是 你的状况非常好 而且他说 我治疗是成功的 可是很不幸 就在医生宣布 我要完全痊愈的时候 我刚好就复发了 医生就跟我讲说 是有人对你怎么样吗 就是 是恨你 还是你被人家诅咒 还是怎样 为什么 刚好就在他宣布 我要痊愈的那一刻 我突然就复发了 而且他跟我讲 我要重新打化疗 那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不想再打化疗 其实他说 我要重新再移植 然后 后来就 后来就是 我第一次移植没有排斥 可是我第二次移植 就排斥得很严重 所以就导致我现在 就是用雷骨唇 还有用一些药 所以就 现在副作用很多 包括用雷骨唇 所以导致我现在感染症 我刚刚很想哭 一直流鼻涕的时间 泪掉不出来 然后 好 这是先讲到这个故事 然后就是排斥 然后 本来治疗 还算顺利 就是到 其实到三四月的时候 其实我治疗了一年 就是那时候 状况当然稳定 后来到五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的肺已经不行 那时候我已经就是 顺步难行 我甚至不敢上厕所 因为 我连走一步路 我都很喘 我走到厕所 我都会害怕 因为 走到厕所 对我而言 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然后我甚至那时候 还尿到感染 因为我觉得 我不敢去上厕所 我走过去 我都觉得 我传到快要死掉 可是后来 还是要上厕所 就是你知道 那时候 我很痛苦 然后那时候 我明明是在 医学中心看病 可是胸腔科主任 跟我讲说 你的病情很复杂 他没办法帮我 他自己叫我到台大 去换肺 他甚至没跟我讲说 你要去找什么医生 他说你这样下去 就呼吸困破而死 然后 那时候我听了 我爸妈也在哭 也在哭 就是跟我讲 你就是要死了 然后后来 我就只好回家休养 因为医生他也没打 他说他没办法帮我 他叫我自己去台大 我怎么知道去台大 找什么医生 然后后来就是 刚好回到苗里 就是想说 去做呼吸附健 因为我要靠氧气痛 我没办法呼吸 然后到了医院 刚好遇到一个 北荣的医师 他就说 他有认识一个教授 他可以帮我 然后就到北荣 然后刚好 那个教授他就说 你非常的lucky 他这辈子看过一个 这么病例 然后 他可以帮我 我想那个人 该是活着吧 所以后来 我五月那时候 病得很严重 可是七月 我就好很多了 然后后来 八月刚好 我就觉得 好很多人 然后我就开始 又想要找工作 然后刚好那时候 我姐的怀孕 就是八月底半 预计要生 我就想说 好上来照顾他 因为他是双胞胎 然后就是 两个小孩 都只有一千多颗 我就想说完蛋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 生出来应该就是要 住那个保温厢 果然 果不其然 真的生出来 就是住保温厢 然后 刚刚好那时候 是九月初吧 然后我刚好找到工作 可是很不幸 就是找到一个 就是不适合我的工作 所以我第一个礼拜 就辞职 刚好我姐生了 然后那两个小孩 生出来 都住到保温厢去 我觉得这是 天意散得刚刚好 就是 因为我刚好就移谋 本来找到工作 可是刚好又没有工作 然后我就可以每天 就是去照顾 去家务病房 就是去看那个小只的 因为他只有一千多颗 然后那个大只的 就身体比较好 他就可以跟我姐姐 去那个产后护理支家 就是坐月子中心 然后那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 就待在台北 然后我每天就想说 好可怜 那个小孩子 一千多颗 然后 一个人住在家务病房 然后我就每天 就是大公车 然后到九月初 那时候 太阳还是很大 然后我吃药 我不能晒太阳 可是我还是每天 就是花一个多小时 然后大公车 坐结缘 然后还要走路 然后我姐那时候 奶水又不够 然后我只拿了 六七十cc的奶 然后我就带了个保温袋 然后特地回来 然后每天回家 护病房 然后就是帮他送来 然后那边 那是也很好 就是让我去抱那个小孩 然后我每天都跟他讲说 阿姨来看你了 然后叫他说 你要赶快长大 然后赶快去 坐月子中心 跟妈妈 跟姐姐见面 然后就这样子 过了一个礼拜 他每天只找二三十克 可是后来 好不容易成到两千 两百克 然后可以出院 然后我觉得 就这么的巧 我隔天就找到工作 然后而且 是我同学的爸爸 开的诊所 他就说 你就直接来上班吧 我觉得再怎么巧 也不会这么巧 就是我就是上帝安排 就刚好 他可以出院的隔天 我就直接上班 然后可是我发现 我对这个小孩子 有感情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 那么爱过一个人 就是以前都是 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我只是一直不断地从我生病 就是接受大家对我的爱 可是后来我每天去照顾这个小孩 然后每天花很多时间 告诉他说 你要快快长大 你要喝奶 然后你没有被抛弃 然后你虽然一个人住在保温箱里面 可是我天天都来看你 然后我才发现 原来就是 我虽然没有生过小孩 可是感觉我已经好像是他妈妈的感觉 就是那种 我才知道就是原来爱一个人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想到当初到蔡牧师家 然后就是 我一直在寻求为什么我要活着 原来就是想要追求被爱人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对吧 就是真的很神奇 这是上帝巧妙的安排 就是在我要做见证之前 刚好这个礼拜他们满月 就是出院了 然后就是回家了 然后我也领到我第一份薪水 然后 然后那个 我之前因为生病很严重的时候 就是我之前高雄行道会 就是我大学同学 他还寄了一本书给我 就是这本得到遗致 然后里面有几篇经文 然后我想说 刚好在这里可以分享给大家 他说 就是彼得前书 二章二十四节 因为耶稣受到 边上是我得遗致 然后还有 他说 骑士录第十二章 第十一节 他说要为你的遗致 做见证 刚刚好就是 我之前生病 然后 现在病况比较好 虽然在吃药 就是还是会一直发抖 然后 不作用很多 可是刚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做了见证 而且 然后里面还有个 生命记第七章十五节 他说 神要使一切的 并离开你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 并正 离开你 这句话对我也很重要 因为 我必须得相信 就是 我还是会得遗致 然后还有一篇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就是我之前一直看它 我一直都没有感觉 后来 我前一阵子看电视 就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吧 就是也是什么 嘉宁频道 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 牧师 刚好就讲了这句话 还叫 拿笔记抄下来 就是 词经八篇十七节 他说 神要你活着 他说 我必不支持 人要存活 并且 宣扬耶和华的作为 然后我就突然有这种感觉 对 我这礼拜要来做见证 他好像是在告诉我 说我必不支持 然后存活 然后 然后要一直 就是 宣扬耶和华的作为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见证 然后 不好意思 我讲话一直懂 然后我希望 大家听了 有点收获 谢谢 好 我们一起为 志祥姐妹祷告 父神 我们为志祥姊妹来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她 主啊 在人 在医生 医治上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主啊 你拖着她 你抱抱她 让她的 那个血癌 让她的肺 都能够被医治 主 求你帮助 透过医生 透过她自己的信心 她自己的仰望 主啊 让她能够走前面的路 是平坦的 也感谢你 主 她一出医院 她就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 也求你帮助她 主啊 我们知道 身体有这样的病症 要上班是非常的辛苦 求你给她足够的恩典 也让她永远对你有信心 谢谢你 也借着她生病 让她跟她父亲 有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知道家庭的支持力量 也是在医疗中非常重要的 求你一步一步带领她 带领她们的家庭 谢谢你 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今天因为有要特别报告 所以我们刚刚有断了 那我们再继续报告 报告那个 10月30号 看这个周报上 礼拜四 由重阳长辈户外郊游 一日游 要报名的弟兄的 请告诉一楼 一楼招待处 或跟小幼干事 还有呢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不再用传递奉献箱了 所以大家以后进来前 尤其我第三堂 比较晚开始 12点她就不收了 就不是不收了 寄到下个礼拜的 她要在奉献时候 注意那个奉献袋 里面有没有奉献袋 有没有被拿走 还有在12月 想要报名12月洗礼 还有其他教派的 转籍的兄姐 一定要参加洗礼班 跟小慧问道理 报名请跟小幼干事 来报名 那也预留时间 洗礼班是11月12号 26号晚上7点30 小慧问道理是 12月6日下午1点30 那其他弟兄姊妹 想对基督教有更进一步的 了解的兄姐也欢迎你们 来报名参加 还有在本周六 就是有创世纪查经 蔡牧师讲的 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那以下的呢 就请看后面 就自己看这上面 上面的 那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 现在 现在奉献是要 要唱 先手望祷告 好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你的怜悯 你保护着你的儿女们 生活常有忧患 周遭也发生许多的事故 像是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求你帮助我们 避免食用有害的食物 让我们更珍惜 我们拥有祷告的权柄 在我们饭前 能真心的泄饭 即便务食也不受害 求你促使全国 能彻底杜绝不安的食材 食物 改善我们的饮食环境 求祖怜悯 去年因为战争 与自然灾害 所导致全球逃离家园的 五千一百二十万人 也保守日益严峻的人道问题 解决难民问题 求祖保守世界各国 能有效防止 伊波拉病毒的扩散 研发抑制病毒的医药与疫苗 求主保守年底七合一选举 在公正公平中进行 选出行为端正 有能力为民服务的候选人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 乐意的参与 十二月七日举行的会员和会 在聘幕兼选的事宜上 同心合影 使蔡文文牧师的兼选 能顺利通过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 适应教会奉献方式改变 甘心献上神所赏赐的钱财 与我们自己的生命 求主感动教会兄姊乐意参与 十月八十九的宣教年会 鼓励更多人报名参加 关心客家宣教 求主保守教会圣诞节活动 包括圣诞节戏剧演出 圣诞节晚会筹划 圣诞清唱剧的练习 使更多的人有机会 在圣诞月中经历上帝的恩典语 以待人信主 求主看顾小绿姐妹 在创起地区的服饰 保守她十一月份 要经常出入大城市与乡村 赐她出入平安身体健康 在学习与服饰中充满热情 求主保守南园教会 十月份的五间讲堂 使教会与软体园区和经贸园区 能建立连结 祝福十一月开始的门徒训练 使弟兄姐妹受到好 造就与信仰成长 感谢主 胡忠泽弟兄与沈家惠姐妹结婚 以及 叶靖南弟兄与谢雨琪结婚 求主 祝福这两个新成立的家庭 主恩满意 我们也为谢家荣姐 跟陈莲巧荣姐于上礼拜举行告别礼拜 求主继续安慰家属 求主 眷顾有疾病的凶解 病得医治 心有重担的卸下重担 独独专心仰望主 蒙恩典得连续 求主高摩 蔡牧师今天要传讲的信息 开启我们的眼 检查我们的心 明白你的旨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我们 下面奉献 我们就请大家起来 我们就不传奉献带 我们一起来用圣诗306首A 来献上我们 天生光星 我天生 神明天先为主要 全身奉献我同意 每日不断协助分 全身奉献我同意 在主教前清安城 全身奉献全身奉献 永远回首主我身 永远回首 請坐下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 在圣经启示录16章 十七到二十一节 第一天天使把管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臣列为三段 列国的臣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 要把那臣自己列怒的酒 被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宝子 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众一他连得 一他连得 约九十斤 为这宝子的灾极大 仍旧亵渎神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今天本堂蔡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 是第七晚 提供子妹大家好 这是最后一个灾难 这个灾难以后耶稣就来了 那耶稣来了就是会建立千禧年的国度 我们就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 所以最后的灾难是要把空气中的 所有撒旦的那些影响 要把它洗干净 所以有很大的打雷 然后地震 所有这些东西要把它弄干净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 到底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 第七晚 那个影片卡住了 你打开虫 虫望 因为它不会动 好 没关系 我们往下一张好了 你们自己到网路去看影片哈 下一张 影片的下一张 我前面那个是 前面那个是不对 好像三个萤幕是不一致的 乱掉了 我前面那个是 大包从天落人身上 我想三个电脑不同步 好 没关系 你把前面这个 好 你弄到电影的下一张开始好吗 三个电脑都一样 这一张跳出来 你跳出来 从这个的下一张开始 开始 这个不对 可以用第二堂的 用第二堂好吗 第三堂这个不小心 把它弄乱掉了 好 希望这个可以 还是不行 所以是电脑有问题 好 没关系 我希望时代开始可以的 不对 这样就不能讲了 因为所有的字都卡在一起了 电脑重开 我不知道这个时代都乱掉了 好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一次呢 最后这个大灾难呢 基本上就是大 就是最后一个灾难 所以他用很多大 用九个大的字 来讲这个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就是 这个天上就有雷电 天上有打雷 有大声音 地上有大地震 然后呢 地就发生变化 有一个大城呢 就变成三个城 然后所有全世界的城呢 皇子就倒掉 然后还有一个大城呢 得到一杯酒 那个大城叫巴比伦大城 所以这里有两个大城 第一个大城是 裂成三段 其他的没有名字的城呢 是皇屋垮掉 倒塌 那第三个大城呢 是一杯酒 上帝烈怒的酒 就交给他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 天使啊 第七个天使把丸 倒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上面就有一个声音 很大的声音 那个声音说 沉了 沉了 如果你圣经有一点印象的话 那个沉了 前面 耶稣十字架快死的时候 他还讲同样一句话 那我相信 耶稣那时候讲的 应该是很小声 因为他已经快死掉了 他还说沉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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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there were voices, and thunders, and lightnings.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such as was not since men were upon the earth, so mighty an earthquake, and so great. 4 And the great cit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nd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s fell. 5 And great Babylon came in remembrance before God, to give unto her the cup of the wine of the fierceness of his wrath. 5 And every island fled away, and the mountains were not found. 5 And there fell upon men the great hail out of heaven, every stone about the weight of the town. 6 And men blessed seeing God because of the plague of the hail, for the plague thereof was exceeding great. 安倍 heraus of the land. 5 And the wall canned them. 6 And the water is good. 所以,这个最后一个结束就是大冰包,大冰包从天上下来,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他们就亵渎神,这个很好玩,这个大灾难的最后是那些人,神给他机会悔改,他不悔改,到最后,他还是用亵渎神做结束。 这个第七个碗倒在空中呢,为什么要倒在空中? 因为撒旦现在是在空中掌权 以无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 这个天空掌权的这个恶魔 所以上帝必须把它消毒 必须把它弄干净 耶稣才能够来在地上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 那我讲过这个天使一到晚以后 那个天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神在宝座上说沉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快死的最后一句话 也是沉了 那个沉了跟这个沉了之间 整个包含的就是我们救恩的时期 神希望人在这两个沉当中可以悔改 可以得到拯救 然后开始闪电 打雷 大声音 地震 这是最后的大灾难 他说这个大到一个程度 有人以来地球从来没有这么大 他们说这么大 这么厉害 这个其实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 意思是说大大大 很大 那我几个礼拜前有机会到四川去 然后人家带我去看那个文川大地震的那个地空 他们说这是世界最大的地震 现在看这个恐怕会比那个还大 那个整个学校 整个学校 它是下午两点钟 2008年5月几号 下午两点钟地震 载两分钟 整个学生在上课都来不及跑 那两分钟 整个山就把整个学校盖起来 所以挖起来之后 学生都坐在位置 连洞都没有 每一个人都坐在这里的位置 就压死在那边 整个医院 医生 护士 病人 全部就死掉 整个监狱里面 包括看监狱的 坐牢的 整个死掉 那个山整个就这样盖下来 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是我去的时候看的好可怕 那个大地震 那现在启示录讲的就是 比那个还厉害 很大很大的地震 那这个雷锋大声闪电地震 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 也出现一次 然后十一章第十九节 还出现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这个我们这个是 第七个碗的时候发生的 那第八章那个是 第七个印打开的时候发生的 然后第十一章是第七个号角 有记不记得 第七个印打开的时候 就是带来七个号角 第七个号角吹的时候 就带来七个碗 所以他们第七结果都一样 结果就是 闪电 大声 雷风 大地震 三个都是用这样做结果 就是我们世界最后的灾难 最后的审判是这样子 那这个大层呢 就好像地震这样 就列成三个层 他没有说皇屋倒塌 请注意 他是一个层 列成三个层 段列成三段 好 那这个层呢 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 第一次提到大层 它的名字 就是这个大层呢 叫做索多玛 又叫做埃及 在哪里 就是耶稣定十字架 这个就帮我们定位好了 因为耶稣不是在巴比伦被定十字架 耶稣定十字架 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对不对 所以所谓这个大层 就是指耶路撒冷城 他为什么变成大层 他不是圣城吗 然后全世界所有城市的皇屋 是倒塌了 这个大层只是分成三段 他皇屋没有倒塌 那列国的城都倒掉了 那这个大层呢 在上一次的时候 有一次倒塌 可是神保护他 只有倒塌十分之一 然后只有死掉七千个人 所有人的反应是 赶快归荣耀给神 恐惧 就是上一次 这个耶路撒冷城 也发生一点点 比较小的地震 只有一点点的皇屋倒塌 然后神就想起来 还有一个比这个大层更可恶的 那个就是巴比伦城 他没有描述地震 他描述是神给他一个愤怒的杯 把酒杯递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他给全世界的人喝引起神愤怒的大酒杯 所以神现在要给他 那这个我们以后17章18章会讲 那个大酒杯到底是描写什么 这个巴比伦大城是在这里 好 这个大地震除了把有人住的大城市 产生三个不同的变化以外 那那些岛屿那些山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的地壳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海岛逃避 众山不见 你知道岛是什么意思吗 岛就是海里的山 这样讲对吗 海里的山比水面高的时候就叫岛 所以就是全地球的所有的山 不管是海里的 是路上的山都平了 我们地震的时候 其实是照山运动 我们那个地壳在震动的时候 是把一些地鼓起来变成山 最后耶稣要来的时候 上帝又用一个大地震 把这些山都在弄平 会弄平 所以海岛不见了 山也不见了 那本来在第六章的时候 没有不见 只是移位 天就挪移 山领海岛被移位 所以台湾不在这里 以一点位置还有一个岛 可是现在岛就不见了 沉到海里去了 整个都被摆平了 所以后来想一想 住台湾好像不太安全 因为岛就不见了 可能搬到中国还好一点 这是第六印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再来就下大冰豹 大冰豹 多大呢 我就去查 人类有历史以来有记载的 一个冰豹最大的是两磅 那是最大的记录 两磅 这个一他天的一场 它是一百磅一颗 那不得了 一百磅是五十倍大 那个给他敲到 我想你也不必送台大医院急救了 大概就是浑身碎骨 搞不好视力就找不到了 很可怕 那么大的冰豹 就从天上一直掉下来 所以大家就很害怕 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以前下冰豹的时候 还有山还有山洞 记不记得的时候 跑到山洞里面说 躲起来 现在山都不见了 都平平了 冰豹下来 没地方逃 大地震的黄雾也都倒掉了 所以大家就骂上帝 这个亵渎神 这个一他年得 他叫欢迎九十斤 我查起来是一百磅 一百英磅 那在以赛亚三十章 就警告说 神最后审判的时候 是用冰包来收拾人类 冰包是最后的一个灾来 好 解释一下 这个耶路撒冷城 到底在启示录 开始的时候不叫大城 开始的时候叫圣城 他叫圣城 耶路撒冷的Holy City 那怎么会变成大城呢 原来是这个大红龙 跟这个海里的怪兽 起来以后 他跟那个 路中跑出来的那个 像山洋那三个呢 就到耶路撒冷来 然后清晨大户 他们就践踏耶路撒冷城 践踏了四十二个月 就是三年半 在那边呢 他在那边设立他的那个 统治中心 然后就把神的两个 见证人把他杀掉 把尸体就丢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所以耶路撒冷就不再叫圣城 就变成那个大城了 所以神要约翰 量圣殿的时候 说外院不要量 因为外邦人会来践踏 四十二个月 就是三年半 那这两个监政人在那三年半 然后就被那个兽杀死了 那尸体呢 被抛在街上 让大家看 不给他埋葬 然后大城的意思 刚才我讲过 是索多玛埃及 索多玛城就是要把天使 杀掉的那个城 对不对 那埃及就是要把神的选民杀掉 所有的南来石生出来 都要丢到河里 是跟神敌对的 所以在这个撒旦控制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个耶路撒冷变成是敌对神的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索多玛埃及 是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的地方 所以确定这是耶路撒冷城 那个时候有一个地震 那个地震上帝是小号的地震 只有十分之一的城 耶路撒冷城有倒掉十分之一 人死了七千个 然后到十四章的时候 记不记得耶稣来收割 麦子收到昌里 康就用火烧掉 另外还有收葡萄 葡萄割完以后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做酒炸 把他们揣 揣那些葡萄 因为他们揣圣殿 揣了四十二个月 神就让他们被这个酒炸揣在那边 血流出来有六百里长 差不多是整个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长度 整个以色列国都是这些人的血 然后 这个大城列为三段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 来我们一起来念来 又有闪电 声音 雷风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神自己烈怒的酒杯 地震给他 所以这里根据有两个大城 有一个是没有讲名字的 那个大城是列为三段 另外一个有讲 巴比伦大城的 这个是得到酒杯 中间的其他的城是倒塌的 所以很清楚 这个大城跟这个大城 是不一样的大城 前面那个是指 耶路撒冷城 好 我们学到一些功课 第一个是从加略三十字架上面的城了 到天上圣殿宝座的城了 第一个城了是救赎罪人的工作城了 第二个城了是把罪恶媚觉的工作完成 那第一个城了跟第二个城了之间 就是恩典的时期 彼得前书这样说 彼得后书 他说主应许的还没有成就 有人以为是单年 其实不是单年 是宽容 他不要有一个人沉沦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悔改 就是耶稣的第一个城了 是救恩城了 上帝第二个城了 是公义城了 公义的审判就成就 耶稣第二次再来 就可以在地上建立这个永恒 这个一千年千禧年的国度 闪电大声雷风发生的时候 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红海 出埃及到了西乃山 上帝就降临在西乃山 那时候描述的也是这样子 雷风 闪电 大声 地震 为什么 这个代表神要颁布公义的律法 所以以色列人很害怕 然后在以色列29章第6节 预言将来神再来的时候 不是颁布律法 他要审判 公义的审判 也是雷风 地震 大声 他要追讨 罪恶 这样的一个预言 照启示录的时候 约翰连续看了几次 这样的情况 闪电 大声 雷风 地震 后来再加上冰雹 第一个 在启示录第4章第5节 那里就提到 有闪电 有声音 有雷风 这个时候还没有地震 只有三个 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雷风 大声闪电 加上地震 所以从第4章到第8章 加了一个东西 到第7号 吹第7号的时候 就闪电 声音 雷风电 再加当大冰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神 甚至最后审判的时候 他还是慢慢地增加 不是一下子全部都出来 他希望人有机会悔改 我先给你这样子 如果你了解 我公益审判就来了 你赶快悔改 你还有机会 没有 再加一个 还是不悔改 再加一个 最后就把最高级的都来了 所以最后一个是 都有 而且都是大 第7号到的时候 都有了 而且是大 没有这样大 很厉害 很大 冰雹也大 地震也大 这个就是最高级的 最后的审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海岛逃避 众山不见 以赛亚40章第4节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缸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坛 齐齐区区的必成为平原 过去我看这一节圣经 都以为说 那个是说骄傲的 都要变谦卑 谦卑的要给他抬起来 可是现在看起来 可能有一个意思是 最后耶稣要来以前 神会把这个地的表面 用一个大地震 把他弄平 把他弄平 讲的更详细的是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说 说那一天主要来的时候 他的脚会踩在 耶路撒冷前面的感染山 这个山会裂开 会裂成北感染山 跟南感染山 所以这个裂 裂到耶路撒冷 就把耶路撒冷裂成山段 所以不是地震 把他跌倒 是耶稣来的时候 把感染山裂 为什么要裂开 因为北感染山跟南感染 就有一个山谷 这个山谷里面会有火水 从耶路撒冷出来 所以这个是要供应 全世界的水源 你记得在这个之前 海都变成雪了 不能喝 所有路上的河流 也变成雪了 大太阳晒了 大家都找不到水 不晓得怎么办 那时候耶稣来的时候 就带来一个火水泉 这个裂开的谷 成为供应东边往东海 西边往西海 那其他的地呢 就变成平平的 亚拉巴就是那个 阿拉比亚 就是那个沙漠 沙漠是平的 所以他说 耶路撒冷旁边的地方呢 你去那里面 要Plan 就是变成平原 只有耶路撒冷就居高位 那有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到那一天 全世界的人 想要到西安山去朝见 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 变成没有困难 都没有山人 都很平 所以大家可以往耶路撒冷去 西安山去朝见神 那个变成是一个 可行的一个情况 我找到这张图 就是正在下冰包 那个下完以后 那个车 就变成一个洞一个洞 那个冰就把它打 打了一个凹一个凹 好大 那这个冰包极大 人就亵渎神 第一次打冰包的时候 华老没有亵渎神 华老是悔改 那个冰包打在埃及的田间 人啊 牲畜啊 菜书啊 树木啊 都受伤 华老就赶快跟摩西说 哎呀 我犯罪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帮我祷告 所以至少华老的反应是对的 他认错悔改 可是当摩西祷告 冰包停了以后 华老又第二次悔改 他又不让以色列人走了 所以后来神还要施另外三个灾 华老才真的让以色列人走 可是第二次神用冰包呢 是那个亚马尼人跟约书亚打仗的时候 神下大冰包 所以说冰包打死的 比约书亚用刀杀的还要多 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 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也下冰包 可是这个冰包呢 只有打在三分之一 没有全部 最后这一次是全世界 这个是一部分的 然后这个大包就出现了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大包 不是出现而已 就下到地上来 为什么这些人 神一直给他机会 为什么他到最后还是亵渎神 他不悔改呢 外科医师把他们打开发现 原来他的心脏变成石头 当然就不会悔改 变成一个石头的心 因为神给你有机会 你硬不悔改 后来心就硬了 你们今天如果听当的话 不要硬着心 我们来念一节圣经罗马书 刚刚是描述这种情形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换句话讲 这里有一个危险 就是神给你软的 就是耶稣基督爱你 赦免你为你牺牲 这个你不买 你说不悔改 神就给你硬的打击你 希望你悔改 你还不悔改 到有一天 你的心自己把自己的心搞硬掉了 所以不可能悔改了 再大的审判你也不会悔改 就失掉悔改的可能 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来这里做礼拜 你记不记得 宁荣信牧师讲的 就说认错那么难吗 认错那么难吗 台湾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看那些商人 你看那些政府官员 没有一个人愿意认错 他们顶多讲说 如果我这样说让你觉得不舒服 那我很遗憾 就是这样 这是已经不得了了 然后商人说 我怎么会知道他买那种东西 我也是受害者 认错对你来讲难还是容易 法利赛人曾经跟耶稣变离婚的事情 他就是问耶稣说 到底可以不可以离婚 耶稣说不会吧 上帝让你们在一起不是为了离婚 是为了让你们一生幸福在一起 怎么可以想离婚呢 法利赛人说为什么摩西说可以 只要给他证实就可以离婚 耶稣怎么回答 因为你们心硬 你们心硬 所以才许你们 我就在想 我们在婚姻在家庭当中 有没有有时候不小心讲话伤了别人 或是做事情让对方伤心 有没有 应该有吧 可是有时候为了面子问题 为了什么理由 我们就是死牙子硬嘴巴 死不认错 要坚持 然后神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不愿意抓着机会悔改 有一天你的心变硬了 就不会悔改 你就麻木了 不知道 这个是神给你的机会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以为说我受洗了将来上天堂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生活 多多少少会得罪人 得罪神 我们应该趁着有今天 趁着有机会 我们愿意认错悔改 就不会让自己的心变硬 然后就没有机会 我们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你为我们在十字架完成救恩 上帝我们谢谢你 你一直宽容等待 你不愿意很快地讲那个第二句的沉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这个世界将要结束 你将要执行最后公义的审判 主你帮我们摆在这两个沉的当中 是希望我们会抓着有机会 可以彼此认错 可以向你悔改 可以享受你那赦免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们 那我们不要任凭自己 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至于神你真的来 审判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可以悔改了 求主把这个恩典给我们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这样回应的诗歌 等一下 他们可能要跳 有哦 好 可能你们要按了 这个不能控制 请上面的同工压 好 来 迷途世人 归还原土 朝间我诸天父 无限荣光 照耀天父 谁能到达彼处 千悲人罪 正心悔悟 人人可得尽主 遍处 辩出充满恩典 仁慈 父亲 父亲永无修之 弥途世人 归方远途 宝财远 归方远途世人 归方远途世人 众人几时会晤 而你命运得死 四海同胞 全归我主 洗手通尽天赋 弥陀世人 归方远途 朝拜救主耶稣 慈悲生守 时常保护 日夜照顾扶持 虽然旅竟有安身骨 前途光明无阻 十几年泪 雀处有苦 你皆平顺自主 迷途世人 归方远途 释迦下见恩主 主流宝血 为人收拾 众人荡阳望主 旧恩赴云生命之事 都是远之而出 都是远之而出 上主 呼召 吹爱救赎 我到 前来救主 阿们 今天告诉我们 有机会要认错 不要使鸭子硬嘴巴 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 没有问题 因为神一直给我们机会 祂把赦免的恩典准备在那边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的心就不会硬化 不要把自己搞到 将来连悔改的机会也没有 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主 祢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留宝血 给我们成就了救恩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到祢的面前来 悔改认罪 主 我们常常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为了面子 为了什么样的缘故 我们明明知道 自己有做不对的地方 我们就是死不认错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认挺自己 刚硬不悔改的心 以至于继续愤怒 在祢审判的日子 我们就没有办法逃避 帮助我们 愿意常常自我还行 愿意彼此认错 愿意悔改到祢的面前 领受祢赦免的恩典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领受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救恩 圣灵的感动跟交通 跟我们每一个人 每年同在 让我们常常知道 认错悔改 来领受耶稣基督赦免的恩典 从现在起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有需要的胸结聚会后可以留步 我们有同工会跟你一起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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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